观众朋友观众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薄熙来于9月28日被双开并移送了司法机关 那么中共的官方列举了六宗罪 那么在这之间耐人寻味的是 他又追加了一个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那么究竟这个其他罪指的是什么 会比六宗罪更为严重吗 薄熙来的儿子伯伯伯是否会涉案其中 那么薄熙来的其他罪是否会引来更大的冲击波 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一系列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那么在开始之前 首先请大家观看一个背景短片 中国官方28号宣布 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处分 并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当天 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的第37届会议决定 也罢免了薄熙来的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薄熙来在重庆市委书记任内打着唱红打黑 推出不少左倾政策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斥其为文革一毒 评论批评 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博古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 滥用权力 利用权力为他人牟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手他人巨额贿赂 和巨额财物 与多名女性发声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等 都起因于滥用职权 而这样一个龌龊之急的人 在公众面前却像个正人君子 能在大陆政坛叱咤风云一路爬升 真是让受过文革罪行的人们下出一身冷汗 薄熙来被双开后 大大打击了以博为旗帜的左派和民粹声音 有评论表示原本还想借由党内力量反扑 试图保住薄熙来以力持续集结的左派保守实力 看到薄熙来双开的决议 想必绝望透顶 好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的其他罪会引发更强一轮的冲击播吗 好 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skype与我们语音或文字互动 skype的ID是rdhd2008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 400-670-1668 接通之后再播899-116-0297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还是大家所熟知的政论家恒和先生 那么恒和先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着重其实分析这个案外案 就是薄熙来官方没有列出来的这些罪 在讨论这些没有列出来 主要是他里面加了一条 在官方现在是列出六宗罪 当然也有说七宗罪的 主要是看他分在什么地方 那么最后他说的一个 就是说其他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 其实这个虽然是在整片中 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却引来了媒体和网络的 非常高度的热议 究竟分析是什么罪 那么在分析之前 我想稍微回顾一下 他现在所列举的这些罪名 以便我们更清晰的分析 他的其他的罪名 我们请导播出一下图卡 来看一下官方的 所列举的六宗罪或者七宗罪 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这个经查 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 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 重庆市委书记期间 严重的违反了党的纪录 那么在王立军事件和博古开来 故意杀人案中滥用职权 犯有严重错误 负有重大的责任 还有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的巨额贿赂 利用职权博古开来 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牟利 其家人收受他人的巨额财物 那么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的性关系 违反组织人事纪律 用人失查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那么这是官方列出来的这些罪名 那恒克先生您对现在所官方所列出来这个六宗最好 七宗最好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这个其实第一部分讲的是危机 但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说他的这个仕途 从大连当市长开始 一直到现在重庆市委书记 这个跨度他当代市长的时候是1992年 然后从大连一直到现在是整整20年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他的所谓危机的行为 是从大连就开始的 也就是说在20年的跨度当中 一直有这么多危机行为 但是他可以从大连的市长一直到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是说在这个爬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提问的问题的 就是如果说他用人不当的话 那么谁用他不当呢 就是说他这个过程 因为他这个性格 大家都知道在大连的时候 他的性格曾经很多人作对 得罪了无数人 那么得罪的这些人呢 他也是有后台的 要不然在中国官场上待不下去 那么这些人呢 肯定去反映他的情况 也有人会去曝光他的罪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没有人去算他 你像那个江卫平 江卫平就是因为接了他的黑幕 结果被坐牢五年 江卫平还得了国际上的记者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中共官方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那么上层一定知道 所以这里就几个问题 值得讨论的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他有后台撑着 人家搞不动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官场上人人如此 他并不比别人更特别 如果要搞他就把官场上都搞掉了 那么至少有这两点我们是可以推论的 要不然你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二十年都这样 那么其他的罪行呢 其实就比较好办了 一个是他本人利用职权得好处 一个是他家人利用职权得好处 利用他的职权得好处 那么这些还有就是用人 在这个王立军问题上 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个用人的问题上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 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中国的官方高层领导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 并不对这个感到奇怪 就是说高层领导打下去的时候 像陈良宇也有这个罪名 情妇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最新的也有一些报道 因为此前的话 这个报道已经爆出 就是他专门和这个美女主播也好 模特也好或者影星也好 有这些不正当的这个关系 那么此次呢中共宣布了这条 在这个正当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媒体里 宣布了这条之后呢 现在如今的这个纷纷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影星 这个模特也好 都出面来澄清 没有到过重庆 何至此事呢 没有关系 那么是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 那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杂志的话呢 刊登北京高层的这个六大秀丑文中的话呢 其中毛泽东最为荒淫无度 您觉得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媒体也在关注这个方面 您有上面的一个深度的观察 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把中共现在的官员 都拿出来比一比的话 都去查一查的话 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嘛 就是说统计过 中共腐败的倒下去的官员当中 有90%以上 是有这个男女关系方面有严重问题的 就是说包二奶 或者是包多个情妇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他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官场上的一种 就表示他的权力有这么大 他有这么多钱 是这么表示的 所以在官场里面 这是表示他有能力的一个象征 倒不一定他真的是有这么大的能力 那么其实呢 你要讲到 就是说美国之音讨论 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这样的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一些早期加入中共的人 很多在这方面都是很混乱的 所以当时为什么这个 就是国民党说这个共产党啊 说共产共期 他们真的是共产共期 你要是研究早期 研究早期党史的人 研究到后来就研究的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是原来在中国研究党史的研究生 他就跟我说 研究到后来就研究这些 没有干净的 是共产党都这样 是好的 那我们这个刚才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现在官方所列出来的这个六宗罪经济是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 还不是在此 我们重点呢 就是在最后的这个围主的一句 他说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这个听起来的话呢 这里边这个究竟有什么玄机 那么很多人的话呢 这个包括网上评论说呢 这个这一项呢比其他项更有玄机 那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 究竟这个其他罪到底指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当然后续还会研究这些其他罪 究竟会是否会产生另一波的更深层的一个冲击波 以您的这个研判来来说 现在这个其他罪究竟有哪些可能性 您能否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做一个盘点 这个其他罪呢 其实我们从王立军审判的时候给他提出的罪名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王立军的罪名当中 有一部分就指向薄熙来的 所以大家预测到薄熙来要被刑事 提交刑事审判的 原因就在于从给王立军的罪名当中看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 所以他只要说出来这句话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而且还不止这句话 其实是两句话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4月10号 中纪委决定对他进行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他有其他违纪行为 然后后面一句话就是这一次公布他的罪行 有其他犯罪嫌疑 所以这是两句话 违纪和犯罪 犯罪指的是国家法律 违纪指的是党内的纪律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盘点一下的话 其实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罪行里面没有说到的 就是属于阴谋篡权的部分 那么这个阴谋篡权的部分 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听到过很多 包括窃听 包括和周永康联手 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一大块的 然后去阻止习近平接班 这是一大块 那么这一大块 至少在目前的指控里面没有说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他本人 在以前曾经卷入过的 我们知道 他在大连的时候就卷入过 可能跟涉嫌 活摘法轮公司员器官有关系 那么这个也有迹象表明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28号当他宣布 就是他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的时候 其实28号国内的微博和网上面 就把这个活摘这两个字 原来是被封锁的 就解除封锁了 所以你用活摘这个词就可以查到 很多海外报道的 包括大纪元时报报道的 最近在联合国的 这个就是揭露中共 活摘法轮公司员器官的这个罪行的 这个报道 你可以看到 但是在大陆可能点不进去 在海外呢 同样用这些查 可以查到 也可以点进去 这是区别 国内肯定可以查到 就是列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确实是有人 因为这个封锁解除 那是有益的 所以他一定有所指 当然这个罪行呢 不一定会公开的拿出来用 但是这毕竟是他的罪行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 有这么几个罪行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唱红打黑 唱红打黑这个罪行呢 实际上更重要的一部分 是唱红部分 因为唱红部分呢 牵涉到中共的意识形态 所以大规模的把它拿出来 作为违纪来处理的话 可能性不是非常大 但打黑的部分呢 是可以的 因为打黑的部分呢 它牵涉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利用权力来 这个破坏中国的法律实施 那么这一点呢 是可以拿来用的 现在问题就是 他会不会把它拿出来用 好的 那一会儿呢 我们还会在逐条的 再分析一下 这些额外的犯罪 或者说在这些犯罪之外的 一些犯罪的话 这个各种可能性的犯罪的话 究竟会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证据 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审判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会造成更大的冲击波 那我们知道 他的儿子的话呢 作为这个薄瓜瓜 一直也是最近几个月的话呢 媒体一直追踪的这个热点的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 那么在这个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尤其是28号 他这个薄熙来呢 被这个双开 然后呢 移送司法机关之后呢 外界也一直在 这个这个询问他的这个反应 那么29号的时候的话呢 博瓜瓜呢 利用一个推特的 这个这个一个 一个博客的一个网站的话呢 发表了一个英文的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的话呢 对此呢 进行做了一些澄清 那我们来来解读一下 我们请导博呢放一下 看一下这个声明的这个原件 那么他这个声明本身呢 是英文的 那翻译过来的话呢 是大概是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中文翻译 他说我个人很难相信 那些已经公布的 针对我父亲的指控 因为他们和我从小到大 所了解的父亲的每件事呢 都相矛盾 那尽管对我父亲 推行的一些政策 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 但我了解的父亲呢 是忠于信仰且克尽职守的 他总是教导我呢 要当一名独立且不图私利的人 我也一直在努力 遵照父亲的建议去做 此时此刻 我期待司法能够 遵循其正常程序 我等待着结果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声明 一会儿呢 我想请横河先生呢 详细来解读一下 关于他声明本身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看 尤其是 波呱呱的本身的命运 大家对他的产生一个 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 那么现在呢 英国媒体呢 最新的透露 因为波呱呱最近 因为父母的这个境况 已经受到了惊吓 他呢 所以说放弃了回中国的打算 目前呢 在准备 这个引在这个美国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那么您怎么分析 目前从透露出来的 整个信息 还有官方的一些信息来说 您觉得 这个波呱呱是否会涉案 其中是否会受到牵连 现在这个事情呢 比较难说 但这里呢 有几个疑问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的 就是第一个疑问呢 就是他一直说 他的读书的钱 是他母亲 这个成功的商业行为 然后给他交的这个钱 现在大家都在怀疑 就是说你从英国去读私人工学 一直到美国 读的这些学校 那都是这个花很多很多钱 那这个钱是哪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对这个薄熙来的指控当中呢 有两项 一个是他自己 一个是家人 有巨额财产 也就是说 就是非法获得了巨额财产 那么这笔财产呢 现在大家知道 这笔财产 现在很可能不在国内 那么到国外 转到国外去以后 是谁在帮他们 看管这笔财产 那么如果说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儿子 在海外的话 会不会这个儿子 替他们看管这个财产 这是大家都要提出来的疑问 因为据说是 薄熙来到重庆去 上任之前 就把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到国外去了 那么这笔财产的多少 最早的时候 谈是60亿美元 那么现在国内呢 说有几十亿人民币 或者是说 也有说法是一亿人民币 不管是多少吧 这笔钱到哪里去了 那么一定要追究 因为现在呢 已经有风声传出来了 就是有在香港 曾经跟国家做过生意的 在多少年前做过生意的 现在居然有中国官方 到那个地方去调查 那笔生意 要把他的账号封掉 也就是说 实际上中国已经 用这个国家的力量 在海外封存 他可能的财产 和进行调查了 这个这种财产呢 就是说一般像贪官 转移出来财产的话呢 其他的国家 一般不会管的 除非是国家提出要求 就像当年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这个马克思总统 不是和夫人 那时候不是下台吗 下台以后 他菲律宾国家 向世界各国提出要求 说封存他们的财产 进行调查 那别的国家 就必须听这个命令 其他的贪官 像现在中国 没有公开宣布的贪官们 美国是不会去管他的 除非是国家出面 那么他现在倒台了 国家可能会出面 所以这个呢 早晚会有一部分水落石出 尽管很可能不会公布 但是呢 会查清楚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 这里 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混沌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呢 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的其他罪是更强的冲击波吗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 参与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的继续讨论 不要走开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的其他罪是更强的冲击波吗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刚才呢 也简要的回顾了一下官方所控诉的六宗罪 那么在这之外的话呢 他很有深意的提出了其他的犯罪 究竟这个其他的犯罪指的是什么 那么这些其他的犯罪会带来更强的冲击波吗 欢迎观众朋友们也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或发表您的见解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 恒河先生请您刚才继续刚才的分析 那就讲到他这个博高高我们暂时先撇一边嘛 回头有时间再谈 就讲他对他的罪行 对薄熙来本人的罪行的这个控告 那么这里呢 其实呢他可以分成几大类 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就是指向 这个就是没有被公布的这些罪名里头呢 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呢 应该是这个所谓阴谋篡权的 阴谋篡权的现在呢 就是国内网上也很多传说 就传说说内部的文件呢 已经传达了 在高层上已经传达了 那传达里面呢 就有很多比较细节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可信度比较大的呢 有这么几个 一个呢就是操纵网络和海外媒体 对现在中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进行攻击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说薄熙来他自己当时 确实是在重庆的时候呢 是收买了一些媒体的 那么这些媒体 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一些报纸 和这个香港啊台湾 或者有一些有些报纸 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他 那么当然呢 这个呢有很多人是下了赌注的 就认为他可能是下一届中共的领导人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就在前一段时间 这些媒体非常活跃 其实在薄熙来初次以前 海外就有一些媒体非常活跃的去吹捧他 而且呢去攻击当时的国家领导人 和这个党的领导人 那么这是一个罪行 这个罪行呢 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中共 这是属于一谋章权的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监听中央领导 收买这个买通了中央警卫局 这个呢倒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这一部分 就我一直认为 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局外放的政治局委员 就是说他在地方上的 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呢 就当中央领导到这个重庆去的时候 政治局常委到重庆去的时候 他去组织监听 那么我当时认为王立军呢 可能在监听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王立军自己是没有监听的利益的 因为他不可能跳到那么高 他知道中央最高层在想什么 说什么 对他没有好处 所以他一定是帮薄熙来干的 所以当时呢 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伊恩江省 到重庆去 他曾经现场采访 然后做了一个 在纽约时报上做过一个报道 他提到呢 就是窃听呢 实际上是讲的薄熙来 他并没有讲到王立军 那么现在呢 就有个问题了 就是他如果买通中央警卫部队的话 警卫团的话 当然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 就是说 他在中央也安插了人去帮他窃听 那么这个就要比 人家到重庆去 他在重庆窃听的话 可能就要更严重 那么这是阴谋篡权 那么阴谋篡权还有一个部分 网上流传 但是也没有说得很清楚的 会不会指向周永康 因为显然周永康在这之前 是阴谋篡权的一个主角 这点呢 我们应该认为 这个说法是可靠的 就是美国的那个 华盛顿自由灯塔 在刚刚黄黎金进去以后 没几天 他就出了一个报道 是从现场的官员那里得到的 说的就是 讲的是 薄熙来和周永康联手 所以阴谋篡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还在于 就是他和谁联手了 那么那个人呢 是将要怎么处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认为要有一个拐点 就是原来并不打算 把薄熙来一下子打到底的 因为有争议嘛 原来没有打到底 那么至少在8月20号的时候 就是审谷开来的时候 没有提一个字 跟薄熙来有关的 也没有暗指任何事情 跟薄熙来有关 然而到9月5号 就是提出来要审 这个王立军的时候 一下子就把 在王立军这个案子里头就把很多 薄熙来有关的事情提出来了 所以说 就是说 很可能最早的时候 中共为了保持中共的这个统治 他设法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事情扩大 所以本来应该把周永康拿下来的 然后周永康一扶软 说那我把权力交出去 一扶软以后 那么大家就算了 算了以后 很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下 让周永康到处跑 可以出去 可以露面 但是没有权力的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对这个整个政法委的控制已经越来越弱了 而且政法委权力也越来越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确实重要现象就是在这个中共28号宣布这个18大会期 同时决定这个对薄熙来这个审查的处理意见的时候的话 这个网上有报道的就是周永康的在其他的地方的在在进行活动 似乎没有参加这个政治局会议一样 28号的政治局会议 对这个就是一个迹象 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审谷开来8月20号到9月5号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导致中央最高层里面打博派占了上风 就是保博派显然就落下去了 这一来的话呢 也就是说周永康本身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原计划可能没有这么狠的去打薄熙来的转过来了 那么马上就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原来计划可能是允许周永康到退休 就是到18大以后退休的 但是很可能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最高层又斗了一次最后决定要整周永康了 所以要整周永康去把薄熙来整得越凶 动周永康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造成了这么转折 好的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 在陆续的盘点的其他方面的罪行 我们有很多朋友打过来电话 我们接一下观众朋友电话 大陆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给博士来定的这一个所谓的其他罪 其实就是为以后埋下 为以后继续整江派埋下一个伏笔 如果说定下一个其他字的话 就可以以后延伸到周永康这样的一些江派的一些核心人物 好的 好的 谢谢陈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上海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您好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听得见吗 您好 您请讲 我有个观点 我今天借题发挥一下 我觉得薄熙来这个是个必然的现象 因为官员那个嫖娼 他说叫违纪 本来是按照法律 他应该叫违法 但是呢 他比如说江泽民 对江泽民来说 这是荒饮无斗啊 淫贼啊 盗用国库 窃贼啊 这也叫江泽民 比如说八九年 他是杀人的头夫嘛 他是宰人 江泽民 如同麻风一样 折人 折磨人 也叫江泽民 这样的话 他一旦机会 终于到了中央 就没有惩罚他的机会了 刚好薄熙来嘛 也就是 这机会上 有正机到中央 但是呢 他中头被夭折了 这也就是中国的这一种 法律吧 它是对人民有用 这官员是无用的 一种现象 我先请两位老师做个分享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冯先生 一会儿我们再 在集中来分享 我们再接一下 其他观众朋友的电话 纽约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好 主持人好 您好 贵宾好 这个 这件事情啊 根本就是 这个薄熙来的罪是很严重 问题是 胡锦涛不敢整他 从什么地方 证明不敢整他来 假如这一次 没有王立军 走你美兵事馆 没有习近平 习近平也是太子党 他根本 胡锦涛根本 连他一个毛都不敢动他 为什么 我们知道薄熙来 在冯卫兵时候 他就是冯卫兵头头 他连父亲 很多高官都被他打 很多普通干部被他杀 他的冯卫兵就是头头 冯卫兵很多头头都下方劳改 他没有 那么好了 他现在冯卫兵给他整垮了 现在就改革开放了 他又做大官 就是在毛市 他也是大官 现在把毛那人推完了 他现在又是大官 就等于清朝一样了 只要是房清国久 关于天下怎么大 做这什么坏事 他永远做大官 这就证明 他做了很多坏事 那么傅锦涛小不小的 当那小的 就跟你们讲的 他那些坏事 做的小不小的 大年做的坏 当那小的 他小的为什么不敢动他 如果没有习近平 习近平他也是 他也是冯卫兰 没有习近平 没有王力军的世界 习近平他根本就不敢动他 好的 好 谢谢王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们再接一下 其他观众朋友的电话 加州的丁先生 丁先生您好 喂 近代主播好 你好 主播博士好 OK 先出二位 九天后台湾的 中华民国双世界快乐 因为根据过去雄厚的经验 我看得出来 薄熙来 被判得很重 我以前讲过了 至少比王力军要重 其他的罪 如果想活摘人体器官 会更加 更加重 刑期呢 更加重的刑期 而且因为习近平 吴邦国 各式各样的新的班底 彻底掌权 而且这个十八大 最晚的十一月八号召开 他这个案子 会拖 不会拖很久 可是会拖到 十八大召开以后 那些新人彻底掌权以后 绝对不会放过他 由于审判情节过程 会直接间接影响到 中共的政权 所以此项审判 必定不会公开 否则他活在人体器官 让全世界知道 那还得了 好 那就谢谢二位了 谢谢二位 好 谢谢丁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加州的包女士 包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横涛先生好 你好 我刚听横涛先生说 共产夫妻号 是不是我们以前所 听到的 这一杯水主义 另外就是说 如果习近平他有心 把这个薄熙来 这个事情办清楚的话 是不是也意味着 他会把那个江泽民 会所有贪官 在外面所有的财产 全部查封呢 这样的话 中共这样就 中共所有这些坏的事情 就马上就解体了 这些事情全部搞清楚的话 就是由政府监督 真正的由民营这些企业 不是更好吗 好 OK 好 谢谢包女士 那我们请横涛先生的 集中回应一下 刚刚包女士谈到 就是一杯水主义 我还真不知道 是一杯水主义什么 大陆上好像一直说的 就是共产共产期 这个老人应该都知道 其实就当年 那个在就是红军 甚至红军之前的时候 这种说法特别多 在红军时代 在江西 也搞过共产共产期 这个具体 一杯水主义是什么 不太清楚 另外一个 习近平会不会去 照此办理去查其他的 这个问题 我就想和前面几个先生 打电话进来 我就一起说一下 就是说 上海的彭先生也说了 就是说 他对官对名字不一样的 我开始也说了 就是说 所有的人 都是同样的犯这种 同样的罪行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会特别关注到 薄熙来有什么特别 那么一定要什么呢 就几种可能性 才能够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的 这个罪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了 然后呢 他又得罪了什么人 在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首先 不是说调查他的罪行 因为这个调查 谁都可以调查出来 我相信中纪委成天就干这个事情 就是积累这些人的东西 那么 这个 大家先决定要调查他 先做决定 然后去查他的证据 去收集他的证据 那么然后最后再去怎么样处理他 所以是先决定 就是先他必须设事了以后 就是说他这个事理已经 已经被人家控制住了 这时候才可能去真正进行调查 所以这个是反过来的 因此呢 就说大部分同样犯同样罪行的官员 只要他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被人记恨到这种程度 不被大家当作重视之地去打的话呢 或者是没有得罪哪一个主要的权势人物 没有成为哪一个主要权贵人物 要继续前进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党弄石的话 那么他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呢 你指望习近平上台以后去查这些人的财产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必须要政治局常委先讨论 政治局常委一讨论的时候呢 公布财产吧 不公布 因为大家财产都多都没有办法让人相信 所以不能公布 这个公布政治局常委 这个就是高官的财产的这个事情 在政治局常委讨论过很多年 从来就没有通过过 所以不可能说因为把薄熙来打下去了 其他的人贪污的东西就会被曝光 国家就会出面去查这些人的财产 不会的 这是大家达成意志了 要查薄熙来 这才能够去查他的财产 所以这是中共自己内部运作的规矩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 省部级高官也打下去不少了 但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反贪 这个反贪污反这个反贪反腐的这个斗争取得很大胜利呢 是因为查的数量越来越大 官阶越来越高 所以就叫取得胜利 那你不想想看 既然是官阶越来越高 这个查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贪的钱也越来越多的话 那就说明你整个防腐的系统之差的 你打击防腐 让人家看上去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成果越高就说明这个制度越越差劲 越腐败 越不能动 那这是 那么只一说就是说 薄熙来这个人家为什么不敢整他 这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对于这个邓小平后来不是为了防止中共自己内部就是斗垮掉吗 就大概定了一个规矩 就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了就不斗了 实际上政治局委员这一级也很少斗 其实你看陈良宇啊 这个陈希同啊 就这个级别的只出现出这么两个 那么现在薄熙来又是一个 他到了这个最高层 他定这么一个规矩 那么这个规矩呢 相对来说 对于太子党来说的话 有更大的优势 这个中共最高层很早就达成一个协议了 就是说 还是自己人信得过 所以不管这些人曾经在文革当中干过什么坏 事情 他是最可信任的 那么动他们的可能性 同样的罪行 而且是同样的情况下 动这个太子党的可能性 要比动一个平民出身的 爬上来的人要更困难一些 所以这就是中共现在的 统治下的一个现实 不到可能通过薄熙来这一个事件 来改变这个现实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这几点呢 刚才您分析了一个 就是他这个阴谋 这个篡党夺权的这样一个 他的这个其他罪名里可能会加着 那么其中呢 还分析到一个关于有关唱红打黑的这样一件事情 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名 唱红打黑呢 那他们这个网上传的这些高层的文件里面谈到呢 就是说 讲的是一个是在重庆搞政治小集团 利用民粹搞文革式运动 这个背离中央的路线方针 那么这一点呢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温家宝在人大的时候所提出来的 就是说要回到文革去 但是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唱红 实际上唱的是中共从来就没有否定过的歌曲 就这些歌曲到现在还在唱 而且并没有因为薄熙来下台 而这些歌就禁掉了 这些歌从来没禁过 并不说这些歌在中国是属于这个违法的 而是说他把它动成了一个运动 所以你就很难去用某种尺度来判断它 尤其在这个司法审判上 你很难用个尺度 所以用纪律的方式 就是党内纪律的方式 可以处理用这个 但是打黑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我们先静下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讨论不要走开 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热点互动的热线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的其他罪会是更强的冲击波吗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 519 2879参与讨论或发表你的见解 刚才我们请和先生谈到了 他其中的一种就是这个其他罪的有可能的是一种唱红打黑的方式 那么有关这个的话 中共官方最近的话也对这个在宣布对他的这个双开和一教司法部门的这个决定之后的话 官方媒体的也有些报道和评价 比如说这个29号的这个光明网啊 他就发表评论 他说呢 这个薄熙来的政治之路的这个再度的这个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模式呢 也是死路一条 我想的正好与我们所说的这个对他评价的这个唱红打黑的相关系 那么请恒河先生继续刚才的分析 就是在这个唱红打黑这条罪证中究竟如何去解读 这个打黑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他在重庆搞的举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都在举这个例子 李庄也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李俊 那么他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有几十亿财产 有至少几十亿财产吧 那么后来薄熙来呢就要他出钱买个几十亩地 然后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唱红广场 这么唱红的唱红歌的一个广场 他就不肯出 不肯出以后呢 马上就把他抓起来 通过军方 关在一个军方的监狱里面 关了几个月 这个酷刑虐待 后来他没有办法 只好出了四千多万元人民币 说是捐出来给唱红用 建这个唱红广场用 这才把他放的 他就趁他放出来这一下子就跑出来了 跑到国外来了 那么那这个事情就说是打黑的一个典型 就说是敲诈勒索这个民营企业 然后呢敲诈不成的话呢 就把人家给打了 结果说他几十亿财产就被没收了 家族里面有三十多个人 被和他的亲戚 有三十多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 到现在还关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 就说他说的呢 就是说叫胡乱打黑 对的胡乱打黑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胡乱打黑不是他一个人 搞乱政法系统 所以薄熙来他自己气势非常壮的 在人大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 重庆的打黑是在政法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所以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周永康 利用薄熙来在那里搞一个试点 就是薄熙来是用周永康同意的 将来他们得到权利以后 他们会在全国范围之内公开这么做 但是在这之前因为周永康 掌管的司法系统 司法系统早就被搞乱了 并不是今天才被搞乱了 只是这个薄熙来在这个问题上 集中高密度的制造了一大串 一大堆冤假错案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同类的案子总能找到很多 不是很少 所以这个案子的话 如果能够系统的把它拿出来的话 那么直指周永康 这个周永康是跑不掉的 要是再往前推的话 当然就直指江泽民 江泽民所搞的这一套 最早系统破坏中国法律的 实际上是从1999年7月20号 开始破坏法轮功 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 所以就搞政治运动 搞政治运动和法律就有冲突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制造出了一整套的方式 来如何利用法律 或者是绕开法律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然后用法律系统来惩罚 没有违法的人 所以这个系统是他们建起来 成熟了的 只是说后来薄熙来在重庆 又把它发扬光大了 然后又充分利用了 把它利用的最彻底的 就是薄熙来后来在重庆 但是这不是他一家的事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好的 刚才您还提到了 在盘点这个其他罪的时候 您还提出了一个就是活摘 法轮功学院器官 您能否具体的再谈一下这个罪行 这个事情呢 其实当初在这个大连呢 是最早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大连和辽宁 那时候法轮功学院是最多的 而且失踪的也是最多的 这个然后呢 在那个最早接出来 在2006年接出来 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时候呢 也是在辽宁省把这个事情接出来的 那么而这个薄熙来本人呢 又是因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 所以呢 在海外被起诉 起诉了12次 仅次于对江泽民的起诉 所以这不是说今天 这是很久以前就发生的事情 那么维基解密里面也谈到曾经就是 温家宝呢当时就是以这个作为理由 说是他不能够再上一步 来代表中国的形象 因为他在外面被起诉次数太多 所以才用这个理由把它弄到重庆去的 那么这些罪名呢 这些罪名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的犯罪 就是说是中共的系统犯罪 那么中共的这个系统犯罪呢 它就落实到每个地方 每个个人身上 其实每个人呢 有他自己的选择 就是你是仅仅是被动的执行命令呢 还是抵制了这个命令呢 还是说你变本加厉的执行这个命令 抵制在中共官员系统里面 早期肯定是不多的 因为谁都想保自己的命 中共就是个邪恶系统 你一抵制就被他撵碎了 对不对 所以有被动执行的 但是薄熙来本人呢 他是属于变本加厉的执行 因为他知道他要讨好 所以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没有被清出来 他的罪行没有曝光 或者曝光了有人挡着 就是他找到了一个靠山 就是江泽民 那么这个靠山从两个地方来的 一个是江泽民跟他的父亲薄一波 当时权力的交换 达成了一个协定 那么薄熙来 薄一波支持江泽民 江泽民呢 提拔那个薄熙来 这是一个deal 另外一个呢 就是薄熙来本人讨好他 当时在这个大连的时候不是 江泽民到大连去 他自己去给他树了一个画像 这是文革以后 第一个官员自己搞起来一个个人崇拜 所以他就是会搞这些东西 那好 那么刚才是您分析了几个可能性的 在其他犯罪里面 可能包含了关于他的犯罪 那么当网上还有其他的 有关此与此讨论非常多 比如说关于杀人这一类的话 就是说比较广为流传的 就是在大连的女主婦和她 就是所谓的她的情妇 那么突然的失踪这个女主婦被人间的蒸发 这是被世界的广为流传的 那么现在也引起了热烈的一个讨论 那么同时的话 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翻脸之后 王的两名手下也被干掉 那么涉嫌的政治的谋杀 那么这个网上传的就是说 执行者就是薄熙来的铁杆 曾经长期担任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的车客名 那么等等的 那么我们如果盘点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之后 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核心问题 就是说究竟它是否会引发一个更大一轮的冲击波 那么说的具体一点 当然是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否还会向上延烧 刚才在您的分析中的话 也在某些的部分的话 已经提出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就看一点点 只是这件事情是否会延伤到周永康 那么这件事情是否会更高延伸到江系的江泽民 这个作为这个总代表 那么先看第一个问题 刚才虽然您分析了一些各种原因 就是在这可能的犯罪下可能会牵连到他 但是我们怎么会说这件事情一定会牵扯到他呢 因为也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在他到十八大之后的话 像周永康的话就会退休了 那么退休之后 他也就是说相当于退下来了 也就不再拥有权利了 那么就可能是进行这种软着陆 安全着陆 不会对他进行再进一步的延伸 您对这样的看法您怎么看 我倒是认为我原来就一直持这个观点 就是说树欲进而风不止 就中共自己是想把这个事情稳下来 就是说你别闹了 我们就可以给你宽大处理 但是他做不到不闹了 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薄熙来一样的 薄熙来其实原来没有打算这样子整他 你记得当时就是说 开放杂志其实还当时登过一篇东西 就是也是内部消息嘛 这个北戴河共识 对 这个党籍都是保留的 对 连党籍都是保留的 对不对 但是那问题是 这当中肯定就是说 他那派人马 包括郑永康战队不肯罢休的 他一定要去反扑 只要你松一松 他就把你给杀了 因为那个系统是更残酷 就至少在党内斗争里面 那个系统更残酷 所以很可能就把你杀了 因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刚才有一位先生提出来很好 就是说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这是个伏笔 就放在这里证你的 你要再动一动 马上就对你 这些都准备好了的 马上就对你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可不可能就马上就乖下去了 就乖乖的不敢动了 但这个呢 往往由不得他 就说他们这个系统的人 如果还想翻的话 那很可能在 即使是十八大开完了 还要照样亲他 那如果进一步说的话 这件事情会是否 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倒台 是否会影响江泽民对这个江西的整个的一个陈龙打击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研判 你看一下这个迹象 刚刚出来的传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吕嘉平 吕嘉平现在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说是换了一个监狱 另外一个监狱 有更好的医疗条件 换了个监狱 那么吕嘉平先生呢 是当时是接江泽民二甲二奸的 就是把江泽民的历史上当汉奸啊 还有这个造假 他自己的身份啊 造假的这一系列罪行 他把它揭出来 而且揭出来的时候 他实际上提得很清楚 就是说作为他来说 他不能肯定这是真的假的 他要求中央 如果说大家都提出这个问题的话 中央能不能调查这件事情 如果说现在他的整个状态已经有了改善了 因为当时把他判刑了嘛 现在他的状态有了改善了 而且把这个风声又放出来的话 那么很可能 这已经不仅是可能性了 就是这个消息肯定会对江系集团造成很大的打击 很大的打击呢 多大现在我们很难说 但是江系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可能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传出的 那个七个常委的名单可能还要变 就是说这几天的变化非常大 另外一个呢 江出来这件事情 我认为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说已经退休多少年了 十年了吧 离开政坛十年了 还要挣扎的爬出来 就是说有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就是说谁会要挣扎的这么弱的身体 还要爬出来去亮个相 关键主要的媒体还不敢报道 还不能报道 这挣扎的出来就说明他们这个派系人太需要他出来撑台了 好的那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听一下他们是怎么的想法 三番市的赵女士 赵女士您好 您请讲 你好 我就是从重庆来的嘛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是法轮功开始兴起 所以我到了美国差不多这十几年我也不知道法轮功的情况 我就看电视知道的 然后我这两次回重庆去探亲了 重庆的我们那些朋友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们这个市长啊坏得很哦 我说薄熙来哟 我说他要找 你晓得个啥 他说薄熙来好得很 他说这些人都喜欢他呀 他说你看你离开重庆的时候 重庆像个什么样子啊 我说是我回来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多瞧了我都不认识 我说要是不是薄熙来 其他的市长也会改变吗 我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个坏人呢 他说坏你才不晓得 你回你到美国你不晓得重庆的事啊 大家都喜欢他呀 是好的谢谢赵女士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 一会请我们嘉宾来分析一下究竟他怎么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节目中已经讲过 他是怎么去透支这个事情的 好那么我们再接一下其他观众朋友的电话 加州的和加拿大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好 我认为其他犯罪问题线索 是导博派留下的伏笔 对导博派起一种震慑作用 是否追究 以及追究到什么程度 完全取决于中共的政治需要 无论是导博派还是导博派 只是中共独裁政权中的不同派系而已 薄熙来是中共邪恶体制造就的必然产物 只要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都是不姓博的薄熙来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谢谢大家 好谢谢何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加州的某先生 某先生您好 你好 我非常爱听这个何先生讲话 他非常的有 有那个有水准 那我有一个政治猜测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江泽民当时是给胡锦涛打了电话 因为那个武警和38军在北京折腾的时候 江泽民可能确实是给了胡锦涛打了电话 胡锦涛当时又手软了 没有把那个周永康拿下来 这是第二个政治猜测 是一个习近平这次失踪 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这个 所谓闹情绪了 因为你胡锦涛如果不把薄熙来拿下来 我就不干了 那么他造成他政治失踪 最后把这个胡锦涛逼得没办法 所以说习近平又出来 他把这个财把他给 好的 好谢谢某先生 我们时间的非常的紧 我们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我们请陈普空先生 请那个恒和先生的回应一下 刚才其实赵女士提出这样的问题 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嘉宾提出来 就是说在中共的时候 很多都是不姓柏的柏先生 究竟在这件事情中 对薄熙来的重罚的话 究竟是否和中共是做一个切割 就是说他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毒瘤 那么中共还是好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绪 那我们刚才也读了一下 这个关于柏瓜瓜的一个声明 他其中的话 究竟如何解读 比如说那人寻味的是 他有他的这个 他在解读他父亲的时候 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忠于信仰 且克尽职守的人 究竟如何理解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的 请恒河先生的这个集中的 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给我影响 我尽量快一点 那个San Francisco的赵女士讲 重庆人很喜欢她 正好你碰到的是喜欢她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重庆建设那么多房子 就是说美国其实没有一个地方 建设那么多房子的 大家都过得很好 就是建出来的房子 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给自己住的 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改善 是第一位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他的透支 他曾经就是问各地借了很多钱 而且是中央给他拨款 所以他是预知了未来 我当时就有一个预测 就是说他倒台以后 谁来还这笔债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几千亿啊 几千亿谁来还 那么如果说中央不补贴的话 那么重庆人就会说 薄熙来好 现在中央坏 对不对 那中央补贴的话 又补不起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现在一步步还得解决 重庆人还得面对一个 就是欠债的问题 大家都欠了债 这是薄熙来帮你们借的 那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加拿大的 何先生谈的这个 我觉得很对 是一个中共体制的问题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 就是说对薄熙来和中共 能不能切割 就是说 开除党籍这个做法 我一直是非常反对的 我认为就是应该 保留他的党籍 因为现在退党大潮 所有的好人都退出去了 那把 所以国内现在也很多人说 把他开除党籍了 所有的人说 不要滚回去 滚回党内去 他不可能 别列腹 别列腹实际上是一种信仰 那么他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那就正好是杀人放火 这个共产共欺 这都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共产主义就是一个destructive的 就是一个破坏性的 大规模的破坏 所以他所做的 正好是共产主义者的大规模破坏 那么外国人看不懂 那个华尔街日报看不懂 还说是他的这个作证会 会影响 那个对薄熙来的判决 其实不会的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 他所说的薄熙来 正好就是真正的薄熙来 他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信仰 好的好 观众朋友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节目只能讨论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 薄熙来的 这个其他罪是否会引发更强的冲击波 那么究竟结果如何 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好 非常感谢今天横河先生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